来看看一年一度的年货大街卖什么 菜刀口罩螺丝粉 今天来拍1月25号才开始营业的天津年货大街 据说摊位超过300摊 但如同板桥人对于新北耶诞城的厌恶 有些台中人似乎也对这年货大街有货之而无不及啊 就让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像乡名说的那么不堪呢 现在是礼拜日早上11点 从中庆路走过来 就会看到一路上有不少摊 不不不是游客前来探访 一进去就会看到卖糖果饼干的 仔细一看居然有卖号称 台湾合法代理的螺丝粉 这真的可以卖吗 接着我过来会看到 登登登登登登登 无事版权店 是我太少吃外食吗 怎么杏仁家油条这个组合 现在要价80块 卖菜刀的大哥蛇灿莲花搞得我也想买 不过我的荷包战胜了我的理智 因为我没有钱啊 观到一半发现这家小有名气的肉侠膜 因为有人留言气到说 感知到爆炸 炒派 等着逛下来大约1个小时 他们跟夜市有8成像 参观夜市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空虚 不过至少我最后还是有发现一间不错吃的店 甚至还有舒服的内容区哦 大家喜欢年货大街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阿娟 我们珍重再见